无论钻木取火的传说在演艺中流传多久 至少人们从那一刻开始懂得了火的重要 经过千百年的悠悠岁月 一个古老民族的灿烂饮食文化 因火而光芒死射 熟食的推广使人类减少疾病 最终摆脱了如毛饮血的时代 诸多饮食流派繁衍于神州大地 造福华夏子民 辐射全球各地 美食的传承 传承的不仅仅是厨艺 更是美食背后的文化 讲述美食故事 享受美味人生 你现在看 Canadian Mandarin Economics Television 字幕提供 李宗盛 无论钻木取火的传说在演绎中流传多久 至少人们从那一刻开始懂得了火的重要 经过千百年的悠悠岁月 一个古老民族的灿烂饮食文化 因火而光芒四射 熟食的推广使人类减少疾病 最终摆脱了如毛饮血的时代 诸多饮食流派繁衍于神州大地 造福华夏自民 辐射全球各地 美食的传承 传承的不仅仅是厨艺 更是美食背后的文化 讲述美食故事 享受美味人生 张宝亭是张氏鲁菜第二代传承人 张宝亭是张氏鲁菜第二代传承人 糖醋鲤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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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用黄河的防鱼和鲤鱼的记载 而今糖醋黄河鲤鱼仍然是卤菜中的佼佼者 可见其远远流长 春秋时期 江泰公的第十五代孙齐桓公 任用天下第一项管仲改革求变 管仲主张通过鼓励奢华的餐饮业 来刺激消费扩大就业 使得鲁菜在2700年前 就占据了高精尖的发展起点 那时鲁菜便服务于达官显贵 涌签出许多名厨 将鲁菜推向了第一个辉煌时期 也奠定了它成为中华美食重要代表的强大基础 1600年以前 奇迷要术总结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 蒸、煮、烤、酿等17种技艺 奠定了中式烹调技法的框架 明清时期 大量山东厨师和菜品进入宫廷 使鲁菜晕容华贵 中正大气的风格特点 进一步得到升华 鲁菜迎来了另一个蓬勃春天 众名的马汉全席 108道菜品中 有北菜54道南菜54道 其中54道北菜当中有30道都是清鲜脆嫩 原汁原味的卤菜 它在北方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今天张宝廷来拜访书法家王文乔老先生 他与这位老先生是世交 张宝廷的父亲张文海 是国宝级的烹饪大师 也是张氏鲁菜的创始人 王文乔老先生是张文海大师的知音 张文海大师是北京烹饪协会 第一次听出来的16个国宝级大师的其中一万 作为国宝级大师 他是无论是做任做事 都是得意创新 多年的岁月沉淀 将张文海大师的记忆 深深地烙印在这位茂蝶老人脑海当中 历久弥新 他希望这样的记忆一定心火相传 彭探续心火 少帅有单称 你的责任重大 张氏记忆的传承 你要很好地坚持下去 谢谢王老 我一定按您的要求去做 把我们的张氏的传承 传承下去 我父亲呢 因为在这个行业当中 算国宝级大师 希望我呢 像这个少帅一样 把他这种光芒吧 传承下去 后来老先生这个 灰笔 给我刺了四个字 碰坛少帅 我得感谢他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中国尚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从小生长在红旗下的张宝廷 一直有一个从军的梦想 他从小听的都是那些老一辈革命家舍身取义 保家卫国的故事 可是随着年龄一天天的长大 那个梦想逐渐被藏在内心深处 祖国需要保卫 但祖国更需要繁荣 这样一来 传承家族记忆的重担 就落在了张宝廷的肩上 如果那时候去发 可能应该是跟杨立伟 是在一个时期的 去当兵的 后来就是要想 我附近有一个心愿 继承这个 厨师这个行业 所以后来就从事了这个工作 虽然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军人梦想 但张宝廷仍然以一个军人的执行力 要求着自己 他将厨房当成了他指挥作战的战场 他的这些徒弟 就是他手下的一元元大将军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他无怨无悔地保卫着自己的阵地 以保卫着应餐人的健康 北方老人都有这么一个传统 子承父业 或者说我的手艺 应该有下边的所谓的男孩 要继承 这种感觉 但是我姐姐也干这行 就是说应该有这么一个人继承下来 当我们来拜访张文海时 他正在看美食节目 这位国宝级大师 并没有什么别的业余爱好 一生的精力 全部奉献在灶台上 几十年来 为国家几代领导人 和全国各种会议代表服务 曾经有老一辈革命家说过 同样是做菜 而张文海做的菜 就是不一样 这位妻以老人 火眼之中烹制出的美食 不胜美举 培养的徒弟 也像烹饪的菜肴一样 不计其数 并且有不少徒弟 都是烹饪大师 时至今日 虽然周边的事情 偶尔会忘记 可以说烹饪仍然神采奕奕 卤菜 这番菜 大番熟菜 在我们的行业来说 也不管是山东菜 也不知道是天津菜 也不知道哪方菜 他这大番熟还是有名的 他四宝啊 四眼都给拼在一个盆里大番熟 翻出了以后整整齐齐的 我就看他这个 这个帕菜的技术 我那点小 我就知道 又好看又整齐 大番熟是张文海大师的绝技之一 这并不是单纯耍帅的动作 而是烹制某些精致菜品的必然要求 当中蕴含了厨师 对火候油温的精准控制 一盘菜入锅 必须要均匀加热 才能保证口感 而菜在烹制的时候 又不能烹制得太过散乱 否则 腹息影响摆盘 这样翻勺就显得十分必要 用这种技艺 能烹制出令人难忘的菜肴 一代文宗梁石秋先生 在他的《雅舍坛吃》当中 就写到这样的菜 鲍双翠是北方山东馆的名菜 可是此地北方馆没有会做鲍双翠的 如果你不知天高地厚 进北方馆就点鲍双翠 而该北方馆竟不知地厚天高 硬敢硬这一道菜 结果一定是端上了一盘黑不留秋的 死眉瞪眼的东西 一看就不齐眼 入口也嚼不烂 令人败心 就是在北平东兴楼或智美斋 爆双翠也是称两手艺的菜 立一把头二把刀是不敢动的 这样的名菜对于梁先生 一生也只享用过一次 可是却对做法记得极为详细 两样东西下锅爆炒勾汁 来不及用铲子翻动 必须端起锅来 把锅里的东西抛向半空中 打个滚再落下来 液体固体一起颠起 零点三五下子 熟了 这不是特技表演 这是火候必须的功夫 可这令梁石秋先生 终生难忘的名菜 却是国宝级大师张文海先生的 拿手好菜 那这样一道名菜 为什么我们现在难得一见呢 我现在会吃的人也少了 讲究的人也少了 还是吃饱的人比较多 但是说懂这个东西的人 现在几乎也不特别多 除了行内人 行内人好多人也不懂 因为现在没人做嘛 没人做你就没人说 你要是做的时候 你能说它能看见 你现在没人做 没人说 你连看都看不见 原材料本身就是差了 还得说那个生长八月 生长期长 那猪肚出来 那它厚 猪肚厚 你连两边那个 选好了以后 连两边皮一巴 它当地有肉 你这鲜蛋当地肉少了 但是我为什么要教他们呢 让他们知道 说有这道菜 你们这个不管 将来有碰上好的原料 得想起来知道 这道菜怎么做 从哪下刀 怎么选 这道菜怎么选 怎么弄 得连这东西 得传扔下去 既然师父传下了 我们也得给它传下去 也不能说 这个到我们这吃啥了 一盘油爆双翠 是当时的富贵菜 最为讲究的 是用养肚和鸡针 若没有养肚 可用猪肚代替 可是 现在由于快节奏的 美食市场 导致了原材料生长 猪肌都大不如前 肚人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厚了 所以原材料本身 就很难达到要求 加之 梁先生所说的烹制 这道菜的高手难得 难怪 它成为时代的绝想 人生长 无论钻木取火的传说在演绎中流传多久 至少人们从那一刻开始懂得了火的重要 经过千百年的悠悠岁月 一个古老民族的灿烂饮食文化 因火而光芒死射 熟识的推广使人类减少疾病 最终摆脱了如毛饮血的时代 诸多饮食流派繁衍于神州大地 造福华夏子民 辐射全球各地 美食的传承 传承的不仅仅是厨艺 更是美食背后的文化 最经历 一盘菜中光是猪肚就要用五个 而且只要肚当中的肚人 其他的都是这道菜的下脚料 改花刀是为了在迅速地过油时能熟得更快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菜品的美味 上菜时要在盘子上倒扣一只碗来保温 而当菜吃完后 盛菜的盘子也要求几乎像没有盛过菜一样干净 最多只能有些许油花站在盘子上 可谓是讲究至极 像油爆双翠这样令人难忘的菜品 在张文海从出七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多次出现 也许烹饪工具已经有了许多变化 可是张氏鲁菜的记忆却还在顽强地传承着 任务师爷 任务师爷那人是在东方文店 经常去宽沟呢 然后做这个领导餐 但是我师爷那点就是他一去广告照所 那我们就得有给这个师傅打下手的 那次是这个万里吧 到我们这去 然后去这个一号楼做饭 我去的 然后这个中午吃饭了 十二点这领导说开饭 但是领导没来了 说十二点十分的开 然后我师爷说东方赶紧把这菜洗一去 当时我也确实挺不理解的 我说这人家领导来了 咱们来的时候咱去洗一遍不就得了吗 这反复地洗 张氏鲁就说呢 用到这个领导的东西 你跟那搁着 它招着这个空气 它可能都有污染 洗一把 我这就凡是听张氏的话 这把东西给洗 就反复地去洗 浩浩几千年的饮食文化 孕育出的流派不在少数 这样炉火纯青的记忆 靠的是从厨到诗 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张氏鲁菜自然也不例外 在传承自身记忆的同时 对入门弟子也有明确的要求 家门诗讯说得明确 一定要坦诚做人 良心处事 尊师重道 善害求真 有荣乃大 弘扬国粹 这六句诗讯 也道出了中国厨师的做人准则 尤其我们老爷子 他应该说韶功不错 做个爆菜啊 做个帕菜啊 应该说在这个行业当中 还有一点小的名气 张文海由于早年游历南北 结合南北菜的精华 创立了张氏鲁菜 后来他的记忆 除了家传的张宝廷 也收了27位徒弟 他认为所有弟子 应该种在基本功的培养 可是那时候物资还比较紧张 没有多余的材料 来给徒弟们做练习 为此许多古老相传的办法 被张文海再次使用 那个时候已经有树印了 所以说呢 我们那个张叔叔讲 实材咱们就地取吧 报纸有 树印有 大家练的就是刀 是不是 拿过来就能使 看你们是怎么去切 怎么去弄 刀工是一个厨师 所必须熟练掌握的基础技能 必须将需要的原料切均匀 大小合适 如果所有切的原料不能一口放入 则影响食客的消化 和对美食品味的兴趣 而且也影响菜品在锅中的烹调效果 大小均匀 既能保证口感 也保证出锅后摆盘的清美长度 这切的优劣决定着后续的所有环节 除刀工以外 卤菜师傅还有一个重要的技能 就是翻烧 卤菜技能当中的爆菜与爬菜 就是要训练这样的技能 翻烧之后同样是整整齐齐 这一系列精细的要求 都是从食客出发 经过千百年总经前人的经验教训上 一点点得出的 练勺工的那一块呢 那个是力气活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手端一把勺 师傅拿来勺了 把勺拿起来我看看 当然来讲的话 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拿勺 这把勺拿起来 一般人拿起来 就这么抄起来了 那是不对的 那师傅就告诉你 师傅就告诉你 这勺应该怎么拿 应该是手心朝上 对不对 手心朝上你的勺 你才能够翻 你虎口朝上的话 你拿着勺你怎么翻 比如说大翻勺 大翻勺的话 是运用大臂带小臂带腕子 来翻这个勺 你要是这虎口朝上你怎么翻 对吧 你只有手心朝上 你不管是前翻后翻 左翻右翻 对吧 你这个这个基础方法 必须得掌握 而且呢 你说你这勺里头 割多少沙子 那你不说割多少就是多少 你说割两勺就是两勺 那不行 对不对 得够分量了 你这个时候 你要是练不出分量来 到以后那把勺应怎么拿 厨师自古就被称为秦寒 靠勤劳来赚取生活 尽管平时的工作十分忙碌 张宝亭还是尽量腾出固定的时间 回家来陪陪附近张文涵 这位将毕生经历都奉献给造台的国宝器烹饪大师 对儿子的工作充满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包容 也许看着儿子他就想到了当年的自己 父子两代人对事业的成就 对家庭的归欠又尽在不严重 门口的这段路途他们经常丈量 看惯了花开花落品多了五味杂陈 他们用紫橙副业传递着中华匠心的接力棒 并且还要将这样的新活继续传承下去 有些行业老师跟学生就是师徒关系 但作为我们这行业来说呢 这个好像还是继承一些老的这个传统 师父带徒弟嘛 可能要这个有些老的传统 我们这行业就是什么呢 继承但不循谷 创新而不弃旧 厨师这个行业孤已有之 他们所要遵守的旧传统自然也少不了 可是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 张宝廷在带徒弟的过程当中 遵循的是多身教少言传 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去做表率 也许这是因为父亲一生都是他的榜样 得意双心是张文海留给张宝廷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的张宝廷有弟子26人 在传承手艺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身体力行四个字 教你亲子给你做示范 骗的那个咸菜丝就能特别薄 完了骗完以后再切丝 一道咸菜必须接着你下班以后 你骗完了你才能下班 一道一咸菜袋 一大袋子 完了一大盆切一大盆到晚上 不管几点你切完 明天早上用 到中午下班 切一份土豆丝 就慢慢练 开始那时候就这样练过来的 但是后来有时候也是切手了干嘛 了 刚开始刚开始学嘛 也不会刀也拿不稳 哎 师傅看的也是挺心疼 哎 但是赶紧拿的余南白药了 还有那些那个穿个贴了 赶紧过去给你包上 包上完了 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哎 每天看还问问怎么样了那时候 哎 真的特别关心 作为我来说 在徒弟呢 首先我觉得应该这个徒弟人品 也要好 我觉得这个对徒弟的要求呢就是 一定要有价值的生存 要尊严的活着 我们这行业当中呢 除此呢 就是有这个传承 这个我们中国烹饪文化的义务 今天 张文海的徒弟们 欢聚一堂 他们要纷纷献衣 让国宝级大师来品尝这身为中国烹饪大师的徒弟们所做的菜品 这既是传承的一份汇报 也是创新的一次汇萃 传承与创新本来就是这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只有结合了过去的成功经验才能更好的创新 否创新出的东西很难有生命力 是蒸的 是煮的呀 煮的 煮的 还是蒸 明白明白 酥鸡鱼 这东西不错 就是有点干 尝一块手感 真爽是 它就显示干了 吃的时候还是有点汁 挺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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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猪皮 有那个 猪的冲鸡 五花肉 颜色行吗 颜色还可以 传承的脚步 没有停止 新的传奇 仍然等待着新的传承人继续收血 我们渴望这些传统瑰宝 能伴随新的传承人 在未来的路途上 踏出坚实的脚步 走向更远的 辉煌